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要一辆能装下全家老小的夜行费还是一辆能在城市里灵活穿梭的小行车 是要一辆能在高速上飞驰的跑车 还是一辆能在乡间小路上稳稳行驶的越野车 需求不同选择自然也不同啊 接下来我们得考虑预算买车就想谈恋爱 不能只看表面还得看钱包 预算有限的话 别一味追求豪车 毕竟豪车的养护费用也不低 就像找对象 找个门当户对的 日子才能过得长久 再者 我们得看车的性能和配置 就像找对象要看性格和能力一样 车的性格和配置也很重要 动力 油耗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别被花哨的外表迷惑了 内在才是关键 还有一点 试驾很重要 只有谈恋爱要多接触一样 买车也得多试驾 只有亲自开过 才能知道这辆车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试驾只要注意车的操控性 舒适性 视野等方面 别被销售员的花言巧语忽悠了 最后别忘了售后服务 买车就想结婚 售后服务就像婚后的柴米油盐 车子出了问题 售后服务是否到位 直接影响到你的用车体验 所以选择一个售后服务好的品牌和经销商 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个朋友买车时一心追求豪华 结果买了一辆高档好车 开了没多久 发现这车在城市里开起来实在不方便 停车难 油耗高 比盘低 稍微有点坑洼的路面就得小心翼翼 最后他不得不把车卖了 换了一辆更适合城市驾驶的紧凑型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买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 别一味追求豪华和面子 总之买车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 希望大家在买车时能像找对象一样 既看颜值也看内载也考虑长卷 也考虑长卷 祝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车中良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养车 定期保养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看似 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话题养车 你们可能会想 养车不就是换换机油洗洗车吗 其实养车的学问可大了 定期保养更是重中之重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探讨一下 首先咱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早在古代 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你们知道吗 那些贵族们可是非常注重马车的保养 马车的轮子需要定期上游 马皮也需要精心喂养和护理 否则马车在半路上坏了 那可是要命的事 现在的汽车虽然不需要喂草 但也需要喝油和提前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小李 他是个典型的车王 平时开始知道踩油门和刹车 结果有一天 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熄火了 小李一脸茫然的站在路边 最后不得不叫了拖车 后来一检查发现是因为他从来没换过机油 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车子就像人一样 需要定期体检和保养 否则就会生病 那么 为什么定期保养这么重要呢 首先定期保养可以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 就像我们定期去医院体检一样 汽车也需要定期检查和维护 换机油 检查刹车 轮胎平衡等等 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汽车 在最佳状态下运行 否则等到问题严重了再去修 那可就不是小钱能解决的 其次定期保养可以提高行车安全 想象一下如果刹车系统出了问题 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那可是非常危险的 定期检查刹车系统 轮胎和灯光等 可以确保你的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全行事 最佛定期保养还能提高燃油效率 你们知道吗 如果空气滤清器堵塞发动机就会喘不过气来 燃油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定期更换空气滤清器火花塞等 可以让你的车子呼吸顺畅 从而节省燃油 总之养车就像养宠物 需要细心和耐心 定期保养不仅能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 还能提高行车安全和燃源和燃油效率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车主 让你的爱车陪你走得更远 走得更安全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都能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 别让他们生病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卖车 如何评估二手车价值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实用又有趣的话题 如何评估二手车的价值 这可是门学问既需要理性分析 也需要一点点的直觉和运气 就像在古代 鉴定一件古董的价值一样 既要看它的历史背景 也要看它的现状 首先 我们要了解二手车的绅士背景 这就像在古代 鉴定一件青铜器时 要先了解它的来历 车子的品牌 型号 年份 行驶里程 维修记录等 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 比如说一辆来自德国的名台车 可能比一辆来自某个不知名小厂的车更有价值 这就像一件来自唐朝的瓷器 肯定比一件来自某个无名小作坊的瓷器更有价值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现状检查 这就像在古代 鉴定一件古董时 要仔细检查它的保存状况 车子的外观 内饰 引擎 变速箱 底盘等 都需要仔细检查 比如说一辆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车 可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 而一辆外观有些小刮痕的车 内部可能保养得非常好 这就像一件古董 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 但内部可能已经有了裂痕 然后我们要进行市场调查 这就像在古代 建立一件古董时 要了解它在市场上的行情 可以通过网络二手车市场 专业评估机构等途径 了解同类型车子的市场价格 比如说一辆热门车型的二手车 可能比一辆冷门车型的二手车 更容易卖出好价钱 这就像一件热门的古董 肯定比一件冷门的古董更有市场 最后 我们要进行谈判 这就像在古代鉴定一件古董时 要和卖家进行讨价还价 这里需要一点点的技巧和运气 比如说可以通过展示车子的优点 来提高它的价值 也可以通过指出车子的趋点 来压低它的价格 这就像在古代 鉴定一件古董时 可以通过展示它的历史价值 来提高它的价格 也可以通过指出它的瑕疵 来压低它的价格 总结一下 评估二手车的价值 就像在古代建立一件古董一样 需要了解它的身世背景 进行现状检查 进行市场调查 最后进行谈判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买车卖车过程中 都能成为一位精明的古董鉴定师 祝大家买车卖车卖车都顺利 开心驾驶安全出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收看六读世界的六博士直播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聊买车 养车和卖车的那些事 希望这些小窍门和故事 能为你们在汽车选择和保养的道路上 提供一些帮助 总结一下 买车就像找对象 要颜值 要内在 还得考虑长远发展 养车就像养宠物 定期保养才能延长寿命 卖车嘛 就像古董鉴定师 需要眼光独到 细心评估 相信只要掌握这些原则 大家都能成为汽车界的大师 我个人的观点是 汽车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 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选择适合自己的车 定期保养 了解市场行情 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便捷和舒适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车中凉拌 过上轻松愉快的车生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问题 或者有趣的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和提问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 开车小心 生活愉快 六博士在此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